民进党是派系共治 而高雄就是台湾的缩影 只不过在高雄派系协调分赃的方式 可能要比整个台湾的民进党 派系共治派系分赃 要来得更加的肮脏 以及无法摆上台面 也因为如此 而使得民进党在高雄的派系之间的斗争 往往最后引而不现 所以就在高雄基本上 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选前可能派系有意见 但是选举的关键时刻 派系一定是团结的 在高雄市议会里面 现在有几个派系呢 最大的第一个派系叫做局系 就是陈局留下来的系统 第二个派系叫做阴系 而阴系现在主要是围绕在陈其脉的身边 第三个就是新潮流 新潮流在高雄 也有它一定的实力 但是新潮流系统 在陈局执政的12年里面 基本上已经跟局系已经合军了 高雄另外还有一个叫谢系 也就是包含管碧林 赵天宁等等人所代表的谢长廷系统 可是谢系 因为谢长廷他们的组织 谢长廷已经到日本担任驻日代表 所以谢系的人马已经基本都投靠了 蔡英文系统以及陈局系统 所以谢系已经没有主心骨了 所以谢系也不堪虑 除了这些派系之外 另外还有洛丹的 就像是这一次发出一声的黄明泰 他就是派系以外洛丹的姑娘 所以基本上你认为黄明泰可能会造反吗 当然不会 所以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黄明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提出一点声音之后 民进党市议会党团的干事长 陈志忠已经出面了 据我所了解初步的协调也已经形成了 黄明泰是不会跑票的 会跑票的是什么人呢 如果真的会跑票的 那一定是个资深的 有自己系统性的派系里面的议员的 才可能会跑票 你黄明泰 第一个刚选上菜鸟一枝 第二个做企业受制于人 第三个他根本上没有派系 他根本上没有人与他同进退 他就一个人一只姑娘 你叫他这个一声 有什么样具体的作用呢 所以他不只是雷声大于点小 我估计就只有雷声一点点 根本没有后续了 而基本上对黄明泰来说 他要的不就是上面 从市议会党团里面的山长 从准备当市长的陈其迈 还有在台北的民进党的中央 会不会给他摸摸头 安抚一下 给个关爱的眼神 或者给他明年四亿元 党内的提名 以一个比较明确的保证 这就是黄明泰葫芦里面卖的药 就算上了 ới找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